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力派偶像全能艺人潘伟博 6号抵达了纽约法拉圣 他将在2月9号凌晨1点 在康州的精神大赌场演出一场精彩的演唱会 这也是他进入演艺圈以来 首度在纽约的演唱会 颇受歌迷的主目 他在6号出席了法拉圣举行的记者会 受到精神大赌场亚太远东市场副总裁梁士杰 以及亚洲市场广告公关经理刘翔等人的热烈欢迎 据介绍 潘伟博进入演艺圈 迈入了第11年 共发行9张专辑唱片 创造出超过百万张的唱片销量 并参与演出《麻辣仙士》 《不良笑话》 《爱无限》等偶像剧 并以《爱无限》戏剧一举 摘下了2011年金州奖最佳男演员的最高殊荣 成功地跨足《影歌双七》 对于此次到纽约演出 潘伟博表示很期待 也希望大家到现场看他演出 并透过本台向广大的海外侨胞拜年 华语电视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潘伟博 然后在这边要祝大家在马年的新年快乐 无关事如意一马当先 马到成功 华语电视记者杨展天 纽约策访报道 为迎接马年的到来 由法拉盛购物中心 与精英老人日间护理中心合作 将在本月号下午1点钟 在法拉盛购物中心举办春节联欢会 邀请民众到场欣赏中国传统的 舞龙舞师和民族购物表演等 并在现场免费让民众品尝汤圆 让观众自由前往观赏 法拉盛购物中心总经理张志生表示 这是该中心第三年与精英老人日间护理中心合作 以及第13年举办大型的春节庆祝活动 为了让海外的华人感受到过节的欢乐气氛 法拉盛购物中心将在2月8号下午1点到3点 在购物中心举办万马奔腾迎新春的大型娱乐活动 届时将提供免费的热腾腾汤圆 让民众享用 并可以欣赏到纽约美中音乐家协会 带来的精彩表演 以及中国的传统舞龙舞师 及民族歌舞表演 并为小朋友举行了捞金鱼 捏面人等活动 欢迎社区民众自由前往观赏 华语电视记者杨战天 纽约陈方报道 为于纽约市上城第五大道的 Bugdorf Goodman精品百货公司 节日厨仓秀总是精彩分成 在中国农历新年马年期间 Bugdorf Goodman新年一时展出的厨仓秀 也是融入了红色和马年的中国元素 带给了大家浓浓的惊喜 位于纽约市上城第五大道上的 Bugdorf Goodman精品百货公司 在每年的节日季 都会展示精心装饰过的假日橱窗 很多纽约人会说 没有看到Bugdorf Goodman的假日橱窗 就不算过节 几个星期前 随着中国传统农历新年马年的脚步临近 华美的Bugdorf Goodman 以马年为主题的中国新年橱窗秀 也在中央公园旁边的58街 悄然登场 相信让许多游客都眼前一亮 桃红色的时尚用色 昂首的骏马 以及俏丽的橱窗模特 交相辉映 带来一片节日的喜庆 据了解 随着中国传统文化 在世界上越来越被广大民众 所追捧和喜爱 这已经是Bugdorf Goodman 即2012年龙年以来第二次运用中国农历新年的元素 来装饰橱窗了 同时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 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实力也可谓越加雄厚 为了方便从中国来美购物的民众 Bugdorf Goodman也和中国的银联合作 推出了促销活动 凡使用中国银联卡购物的民众 将获赠不同金额的Bugdorf Goodman的购物卡 希望今年Bugdorf Goodman具有浓浓中国味的橱窗秀 和专为中国消费者设计的回馈活动 为纽约这个寒冷的冬天 带来一丝温暖和时尚的气息 华语电视记者莫威纽约采访报道 接下来关注一则南加新闻 南加地区庆新春园游会的压车活动 由阿罕布拉市商会所主办的四海迎春园游会 将在这个星期六举行 园游会已经有23年的历史了 成为华人城市庆祝农历春节的重要活动之一 让华裔同胞在海外也能够感受到浓浓的香情和亲情 也让主流的民众分享悠久的中华文化和有趣的传统民俗 四海迎春园游会已经迈入第23届 今年在2月8号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5点 于阿罕布拉市的嘎菲尔街以及阿曼索街之间的山谷大道上举行 免费入场 预计会有2万人参加 我们华人过年是从初一过到15 所以这个礼拜六在阿哈布拉市山谷大道的四海迎春 可以说是很靠近元宵节 那么有许多媒体朋友说是我们压轴 我也希望我们这个压轴的活动也可以带来给大家非常多的新年的有趣的活动 园游会有200多个各式各样的摊位 为大家带来美食游戏和商展 参观的民众可以和琴带四头马车以及兵马俑合照 小朋友还可以捞金鱼 有电视机 笔记本电脑以及电话打抽奖 为了缓解这个停车的问题 我们大会有备了两部接驳车 大家可以把车子停在Garfield跟Main Street的那个shopping center 然后走到这个Chapel跟Bay State来搭这个接驳车 那么车子呢是在离Carnival 离那个园游会一个block的地方走过去就到 同时呢我想在那个Amensor那里 那个Staple跟Big Lot的后面也有一个几千步的停车场 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停车地方 四海迎春活动免费的巴士会穿梭在游园会附近 民众可以把车子停在附近的停车场 或者是街道 商场再搭乘免费巴士前往 华语电视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